農特产品行销活动台东产品正火红 由台东县政府以及公测会都努力安排行销 在台湾北中南都有展售的机会 另外针对台东農特产品具有极高兴趣的对岸消费者 更是下了订单要大量订购台东好物 因为我们台东的農特产品 在大陆卖边接受都真的是蛮高的 像比如说我们上次跟公测会到天津 然后他就蛮喜欢我们台东的红乌龙的 那时候就一直在谈这个结洽红乌的问题 后来我们就回来了 他们要求是说 可不可以寄个样品回去天津 让他们就是要铺市场 那我心里想说 到了天津那边 就是还要运费一千多块 我倒不如跟他讲说 我们这次县政府还会带我们到无喜 那你如果方便的话 你来无喜现场采购或是现场 看我们台东的茶叶 那你就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台东的很多特色的东西 然后他也答应了 结果说我们变成在 无喜把这一件的案子接下来 反应还不错 他们可能这次春节还会再订购 对此由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丽雪 相当开心分享行销经验 他们都非常的用心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这次的 这次县长非常对我们农业 真的非常的用心 然后也希望我们用农业来带动观光 台东的农特产品不仅有好的品质 在包装上或是行销上逐年进步 让消费者买得安心 更创立了好口碑 未来将有更多机会行销 农民们也期待与政府同心 来推动在地的优质产品 东南讯文部正会如林婉珍的采访报道